大家都说道成亚丁不来后悔一辈子 来了后悔八辈子 那他到底值不值得来呢 今天就全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香里拉之魂道成亚丁 先解答下大家最疑惑的两个问题 第一 香里拉到底在哪里 四川有个道成香里拉 云南有个敌庆香里拉 到底哪个才是香里拉呢 先说争议点 国外眼中的香里拉是小说中虚构的一个地方 而小说中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脉附近 被认为是最接近香里拉的地方 云南和四川争相宣传为香里拉真正所在 结果云南终点县改名香里拉市 道成日瓦乡改名香里拉镇 这都说明了当地旅游开发与文化挖掘的高度认识 不管你去哪个香里拉 都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不是吗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纠结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香里拉 第二 就是道成亚丁是一个地方吗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名 准确来说 道成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 亚丁是隶属道成县 是在道成亚丁景区里面的一个村子 道成亚丁是隶属于道成县的一个景区 还有一个香里拉镇 它隶属于道成县 道成亚丁景区门口就在香里拉镇上 以下是门票的相关事项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现在我们来说说三十八行程第四天 道成亚丁一日游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道成亚丁游客服务中心 海拔三千二百一十七米 也是今天海拔最低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卡留念 然后开启我们第一段行程 我们会坐观光车一路前往扎观泵 全程34公里 40分钟左右 一路向上真是九曲十八弯 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 我们在大巴上就可以远远看到山神山之首 仙乃日神山 大巴途中还会停留仙乃日观景台 大家一定要下车观看 因为走长线是看不到仙乃日正面的 大巴只停留五分钟 抓点时间拍照 然后我们就会抵达观光车的终点站 扎观泵 这个时候我们面前会有两条线路选择 一条短线一条长线 我们先来说说短线 从扎观泵到冲谷市到珍珠海 首先右手边200米就是冲谷市 冲谷市 一围湖泊源头的寺庙 海拔3900米 位于仙乃日雪峰脚下 始见于元朝 距今已经有800年历史 离开冲谷市 我们继续徒步前往珍珠海 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达 珍珠海 海拔4100米 是亚丁海拔最低的圣户 也是公认的拍摄 三大神山之首仙乃日倒影的最佳地点 仙乃日海拔6032米 是道成县海拔最高峰 也是四川省第五大高峰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长线 我们还可以先去冲谷市 然后远路返回 到达电瓶车站 现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冲谷炒电 这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毛十八像荔枝求婚那段的拍摄地 打卡完冲谷炒电 就可以乘坐电瓶车到洛龙牛场 也可以徒步末站道 车程大概30分钟 均沿河而上 推荐大家乘坐电瓶车 毕竟徒步到洛龙牛场的话有7公里 很多人说7月份是语句 不易紧张 但是7月份 山谷间会开满草地矮冠杜鹃 那就另当别论了 漫山遍野的只是杜鹃 大家可以徒步感受草原风光 享受大自然的洗礼 现在我们就到了电瓶车终点站 洛龙牛场 海拔4150米 作为一座高山牧场 森林 草场 溪流 木屋在此汇集 美得像童话一样 这里也是光看雪山 央麦泳的最佳地点 央麦泳雪山为三生山南风 海拔5958米 而山形也是洛龙牛场图中 所见最为挺拔的 回头看到的就是三人山的南风 夏诺多吉 海拔5958米 夏诺多吉雪山的造型 也是最接近金字塔的 下面一段路程是洛龙牛场到牛奶海 这一段是徒步路线 路程接近5公里 全程上坡 全程最累的也到处这段 很多地方都是土路 非常难走 来回上下需要花费5、6个小时 为什么说来了后悔八辈子 也是这么由来的 毕竟5公里的上坡和5公里的下坡 全程徒步要10公里 不是谁都可以坚持下来的 能坚持下来走完全程的 才有资格去评判道成亚丁 这里要注意 如果什么吃的都没带 一定要在亚丁驿站补给 站往上就全程没有送卖点了 一定要把羽衣鞋套戴上 还有氧气瓶 穿保暖衣物 自备干粮在路上吃 驿站旁还有个马帮驿站 体力不好的可以骑马 价格是300 可以骑到离牛奶海1.8公里的地方 但是只有30匹马 要早一点去 不然要排队 沿着山谷一路攀升 我们将到达三大圣湖之首 牛奶海 它就像是群山之间的一颗碧蓝宝石 站在这里眺望三座神山 感觉神山近在咫尺 然后周围碎石遍布 有些荒凉 这时才明白 为啥有人说去道成是身在地狱 眼在天堂 现在我们背后在徒步300米 就是全程的最高点 五色海 海拔4500米 作为当地人心中的圣湖 据说五色海能繁衍历史 预测未来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五光十色 有时又蓝得像地球的眼泪一般 去一次就被震撼到 一路的辛苦 你应该也略知一二 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送给大家作为参考 这就是第四天的行程 下集更新行程第五天 道成亚兵到八天 记得关注哦